怎么可能?王轩低吼,心中无法宁静,他接触的都是接近真实的物质,一直在探索命土之下的虚无之地,和众多超凡者不同。 即便是在树间至宝一起震动时,他都没有跌落过境界,到了这里后,他居然出了意外,沦为凡人。 这让他很不适应,从未想到过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天。 狮道牙,这是对未来的预演吗?大宇宙纠错,超凡的所欲痕迹都必然会被抹除干净,在未来漫长的光阴中,神话将成为过去,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,不会真的再现。 以后,现实世界各地,是否会全部沦为狮道牙? 这个地方像是在暗示,想让所有修行者警醒吗?为将来早做打算。 可惜,王轩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话辉煌时期,就直接体验到了这种残酷。 一只门板那么大的手掌拍落下来,他快速不开,砸得地面都在轻颤,到了这种地步,一不小心,他就会惨死在此地。 噗! 血光出现,他以紫霄和道剑斩断那只巨大的手掌,身体更进一步,急速刺穿这个庞大生灵的眉心,将之击毙。 一群满身金色鳞片的生物出现,像是飞天夜叉,虽然没有法力,但一个个铜筋铁骨,便是大宗师和他们碰撞,都很吃力。 王轩下重手,卢盖失去光泽,但是,却依旧如同翻天印斑,是陈丽猛,在扑扑声中将一群黄金夜叉打烂头骨。 各种凶物太多了,不认识的巨虫,斑斓色彩的凶兽,类似金翅大鹏的猛琴,由弱地狱的厉鬼,应有尽有,都是从山崖下爬上来的,也有从扭曲时空中俯冲出来,都只剩下繁体,失去神通。 这种拼杀更为凶险,双方不得不身体接触,近距离死战。 王轩竭尽所能的大战,紫色断剑,划过一个又一个生物的景象,斩首了一大片,但是他自身也满身伤口,到处都是血痕,受创不清。 你走吧。 白发女子说道,他身手很强,但是,没有了规则,失去超凡手段后,他终究也挡不住,被各种生物淹没了, 一条手臂几乎被猛兽用力尺撕咬下去。 他没有痛哼,没有求救,面色平淡,虽然在对抗,挣扎,但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。 噗! 王轩越来,以炉盖砸碎那头猛兽的头颅,又以紫霄和道剑斩杀了一片生灵,将他解救出来。 我的力量呢,超凡西灭后,未来我注定要退化为凡人吗? 王轩不甘心,在这里杀敌,和人形生物搏杀,和各种猛兽血拼,他伤痕累累,悉迹超凡火光汹涌。 他难以接受这个现实,哪怕是在所谓的湿道芽。 我说了,你该走了,立刻回去。 白发女子回首,大声道,体验过了,知道这里什么状况了,保证你自己活着就是了,一切留待将来。 他转身,离开王轩,自己冲向远处。 王轩一路跟着,拼死杀敌,既然答应过来这里,他就不会敷衍,尽力出手到底,还不是保命离开的时候。 真不甘心啊。 他在血拼中,低声自语。 眼下,他像是回到了练就术的时期,自身没有了神通,没有了源源不绝的秘力,只能倚靠肉身去搏杀。 砰!在这个地方,各族的生物都有,一只锋利的爪子从他的后方探来,刺入他的后背中,险些就将他冻穿,瞬间血淋淋,他半边身子都被染红了。 这让他满身血液汹涌,沸腾,有一股情绪在心中爆炸,他又惊又怒,如果未来有一天,会是这个样子,全面失去超凡,他的修行将失去所有的意义。 他没有回手,一键向后斩去,劈开了那个生物的躯体,迅速击杀。 他自己也全身剧痛,早已有很多可怕的伤口,但是这时,一股热流突现,久违的感觉,竟突然浮上心头,他竟再次看到了三粒光点。 这是,然后,他的体内有些许的超凡之光流动,滋润他枯竭的身体,他的体魄中又有了强大的力量,虽然远不及过去,但是超越了凡人。 而且,随着时间推移,那种力量似乎依旧在缓慢提升中,王轩发现,自己的心渐渐宁静了。 这是源自他自身的力量,短暂的片刻间,他竟双目发色,几乎热泪盈眶,他还有超凡之力,若是失去修行的意义,他不敢想象未来。 在失道牙都能如此,那么意味着,在大宇宙纠错面前,他应该也还有机会。 杀! 他持剑而行,横扫这片区域,带着白发女子一路向前闯,不断厮杀,身边各种生物的头颅滚落而下。 最后,他们两人闯到失道牙边缘,马上就要脱离了,身后死尸成片,到处都是残骸,宛若地狱沙场。 他背负受了重创的白发女子,一跃而起,冲出宏大的山崖,踏足在一片土地上,很古怪的大宇宙星空,这里漂浮着一块小型陆地。 放下我,在这里我的倒行开始恢复了,你不要跟着了,我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,再跟我走下去,你会死。 女子落在地上,的确,王轩在这里感受到很极致危险的气息,这让她强烈不安,死亡似乎离她越来越近了,再走下去,她可能会从人间消失。 前辈! 王轩看着她。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,我相信,你自己能够沿着原路平安活着回到现世。 女子说道,她的气息变了,倒横在恢复,一路提升。 此刻,她的伤口愈合,周身晶莹,放出神圣光彩,残余的规则之力再现,大概超越了地仙道果。 她让王轩退出这块小型陆地,道,你可以仔细看着我的路,无论我失败还是成功,你都不要管,见到结果即可回头。 王轩默默点头。 哼! 当女子凌空而起,向前冲去时,整片陆地都腾起无尽的黑色物质,化成了火光,化成了雷霆,全部落在她的身上,躲避不开,连整片空间都被烧得塌陷了。 周围,大宇宙时空本来就是扭曲的,被这样焚烧和雷击,就更加地模糊了,像是要瓦解了。 王轩瞳孔收缩,这块陆地前方,腾起的黑色物质和她在虚无之地所接触到的红色物质相近,都无比恐怖,似乎能够毁灭一切。 这是什么地方?居然有这种无限接近真实的黑色物质。 她心头震动,白发女子一声不吭,全身发光在对抗,但是,随着时间推移,强大如她,也被烧得皮肉脱落。 血液干枯,骨头都焦黑了,发丝更是早已不见。 她的背影很凄惨,让人不仁目睹,但是,她自己却步履坚定,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出一丝痛苦的声音,无声地向前冲。 前辈?王轩低语,能够感受到那种痛楚,她曾经借助完整的养生炉在红色物质海中沉浮,横渡,那时她感觉到灵魂被撕裂的痛,有质保在手,她尚且如此。 无法穿过陨石通道。 现在,女子被黑色物质的汪洋淹没了,黑色大火漫天,什么也没有借助,她却一声不可吭,静止向前闯。 直到最后,她跌跌撞撞,要倒下去了,身上早已没有一点血肉,只剩下焦黑的骨架,元神都烧得暗淡了,到了最后,她摔倒在路途中。 王轩注视,跟着心痛,她竟然死去了? 这是一个意志强大,无比坚定的寻道者,但是,她终于还是撑不住,倒在黑色物质的火海中。 嗯。 忽然,王轩发现,女子再次动了,爬了起来,伴着暗淡的元神之光,她拼进最后的力量,冲向黑色的陆地外。 周围,扭曲的时空都越发地模糊了,她横渡黑色物质海,闯了过去。 她拥有强大的信念,骨头都烧得断裂了,身体近乎散架,元神即将熄灭,可却依旧没有放弃。 女子一跃而出,离开黑色的陆地,冲向她心中追寻的目的地,她成功了,落在那里。 原本黑暗的空间,一下子亮了起来,前方那里无比开阔,时空不再扭曲,瞬间璀璨,像是黑暗的大宇宙被点燃了,她踏足在一片发光之地。 这一刻,她的血肉再生了出来,开始重塑身体,不仅如此,她的力量不断提升,超越了现世的压制,一路拔高。 一头乌黑的绣发暴涨,飘舞开来,她的身段发光,雪白晶莹,重新覆盖上仙道羽衣,空明出世。 此时,她重新成为一位超爵士,与规则相合在一起,她变得年轻了,恢复到此生最巅峰的状态。 女子没有回头,无比地坚定,冲向璀璨的尽头。 王轩心吵起伏,为她而高兴,目送她远去。 可是,最后的刹那,在那发光的尽头,女子突然身体微僵,停了下来,不能动了。 她艰难地回首,最后看向王轩,似乎说了什么,而后竭尽所能,转过头去,她还想继续迈步,追逐她的梦想之地。 噗!最后一抹气焰的红炸开,她的身体破碎了,消散了,血光落下,整片绚烂的天地都为之宁静了,而后彻底黑暗下去。 王轩震撼,内心满是痛苦,为她惋惜,为她遗憾,为她不甘,心中空空落落,她就这样死去了吗? 最后那一刻,她看到了这个时代超凡的最后一抹参光。